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阳说 我爱你 你的爱给了我温暖和快乐 你的爱给了我勇气和力量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我爱你 我要对你大声的呼喊 I love you 智慧树上 智慧活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球 球 手 手 手 攻 咕 智慧树星球要迎来新的一天 今天真是个好天气耶 道哥 摩尔 会做什么呢 道哥 道哥 快醒醒 快醒醒 摩尔 出什么事情了吗 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 它有一只手 能忽然变成 能摘到树上的果子 哦 道哥的果子被摘走了 嗯 道哥 你怎么指挥心吃的 不好奇那只突然变长的手臂吗 哦 是谁呀 嘿 道哥摩尔 这是我新研究的机器人 它有一只会变长的手臂 嘿嘿嘿 知道点不是 借给我用一下吧 我也要去摘果子 是我先发现的 还是我先玩一下吧 给我 给我 哦 道哥摩尔 不要吵了 我们再一起做一个吧 欢迎来到 瞧瞧手手工屋 本栏目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 阿尔法旦 独家冠名播出 大家好 我是红果果 大家好 我是绿泡泡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 我们要教小朋友们做一个可伸缩的玩具 可伸缩的玩具 是不是有点好奇 对啊 一起来看一看 一起来看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会伸缩的鳄鱼 哦 真的是很有意思 有没有 很好玩 对不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无限的可能性 可以变换出任何的这种内容 做成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好的 那一起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两位小朋友 大家好 我叫刘景树 我今年五岁半 这是我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叫马月柯 我今年五岁半 她是我的好朋友 欢迎 那今天叫我们做手工的呢 是我们的小董老师 大家好 我是小董老师 手工老师董倩清 来自北京军区机关幼儿园 好的 在开始做手工之前 还是让我们先在自己的周围 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硬卡纸 纸壳 双脚钉 欢迎回来 本来木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木进口儿童牛奶 好 材料已经炸好了 接下来小董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三个手指宽的纸壳 我们用相同宽度的彩色卡纸来进行装饰 我们用双面胶来帮忙 像这样的纸壳我们一共需要好多条 我们一起来数一下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对了 我们一共需要六条 接下来我们要来做鳄鱼的头 我们在卡纸上画出鳄鱼头的形状 不会画的小朋友可以按老师这样来画 哇 今天我们要做一只大大的鳄鱼 对不对 没错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鳄鱼有什么特点吗 来 兜兜 长长的尾巴 对 尾巴很长 还有什么呢 有尖尖的牙齿 哎呀 说得太棒了 真好 抓住它的特点 我们一起来做哦 好 一起来 画好以后我们沿线把它剪下来 剪好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把眼睛粘在鳄鱼的头上 像老师这样我们粘在这个位置 粘好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黑色的水彩笔 来画出鳄鱼的鼻子 像老师这样我们在这个位置画两个圆 接下来我们拿出剪好的尖尖的牙齿 粘在鳄鱼的嘴里 像老师这样我们粘在这个位置 粘好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要把鳄鱼的头粘在纸条上 我们拿出一个纸条 找出中心的位置 然后用双面胶把鳄鱼的头像这样固定 好 同样的我们把另外一个也粘好 我们需要在中心的位置打上孔 我们在打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打好孔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双脚钉 将两个孔固定在一起 插进去 从底下的孔里边插出来 然后我们把后面双脚钉分开 把它固定起来 同样的方法 我们还需要把其他的也进行固定 固定好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呢我们还需要在这个位置 用双脚钉把它们两个固定 固定好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下面我们需要把鳄鱼的身体和头连在一起 固定好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最后我们需要来进行装饰 像老师这样我们粘在鳄鱼的身体上 小孔们你们看这个机械臂 是不是非常的好玩 随意的伸缩 哎呀我都有点爱不释手 很有弹性 风火锅有没有注意到 它是有很多的这个四边形构成的 还真是 对吧那其实四边形啊 有一种叫做不稳定性 如果它很稳定的话 可能就不能够这样随意的伸缩了 所以你看这个它这个样子 还能联想到生活当中的哪些例子呢 我们来问问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吧 好 这个直转套上有很多的四边形 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这个衣扎上有很多四边形 它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我见过伸缩门可以打开也可以关上 小朋友们好棒啊 对你看像这个自动的那种伸缩门 还有小朋友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利用了四边形的不稳定性 注意是不稳定性哦 好让我们继续来制作吧 好 粘好以后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都做好了 让我们来试一试吧 我都做好了 你们的呢 我们的也做好了 一起来看一下吧 哇 我是一条红色的小鱼 非常的生动啊 黄色的鳞片 对 这个身体尾巴还有嘴 都在 就像好像在水里游的时候 嘴一张一张的 土耗泡 这种感觉太棒了 看我这个就厉害了 小朋友们能看出来是什么吗 机器人 机器人没错 大家好 我是机器人 而且它的关节很多啊 对了 每个地方都可以动 没错 是不是很好呢 让我们来看看 小朋友的作品 好 来看看小朋友做的 做什么呀 小鳄鱼 动起来 小朋友 让我们看一看 做的都好棒啊 太棒了 非常的生动 来 好的 那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今天这个作品的制作步骤 第一步 画出鳄鱼的头 粘在身体上 第二步 将硬卡纸 用双脚钉 交叉固定 第三步 装饰一下鳄鱼 这样 会伸缩的鳄鱼 就做好了 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电视机前的 小朋友们和老师们 他们带来的 手工作品吧 大家好 我叫康米歇 这是我和妈妈 做的小火车 大家好 我叫小龙 这是我做的大茄子 大家好 我叫吴以涵 爸爸给我做了一个小螃蟹 神奇悄悄手 快乐冬冬呢 啦啦啦 啦啦啦 一起玩创意 手工老师 张雨婷 来自新中街幼儿园 咱尔 disappointing 啊 你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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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像你这样做 小朋友们 驴泡泡正在外太空与你进行对话 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在这里 因为我是未来勇士 请 mouse 杨茜茜 一点不够 Dia 就像你来自尽 知名 我变得几位 一天王 温暖 届胜 温暖 小 Raven 大 什么样 我是不是很棒 还在等什么 快跟着我 一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大哥 我是摩尔 我是摩尔 小股东 你快看 为什么要把球放在那个点上呀 这是因为刚才 哪个 我觉得点球 就是在一个点上把球踢到球门里 点球的全称为 离球很远的位置才可以 而且在球没有被踢出前 守门员也只能站在球门线上左右移动 就像这样 我说是在球门上 我说是在球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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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球员可真厉害呀 对呀 所以一定要遵守比赛规则才行 要不然可能就给对方赢得比赛的机会了 呵呵 小股东 听你讲足球比赛 太有趣了 不过我时间来不及了 我该出门了 哦 道哥 你急匆匆的要去哪里呀 嘿嘿 我约了小朋友们一起踢足球 啊 小股东也想去 等等我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在之后的节目里 小股东还会继续和小朋友们分享看足球比赛需要掌握的其他知识 千万不要错过哟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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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小朋友们来信了 我们很高兴 咕咚信箱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咕噜咕噜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股东 灵灵灵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灵灵 灵灵 赶快让我们来看看又有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信吧 好的 灵灵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李灵灵灵灵 我今年五岁 我喜欢画画 看书 乔天之 我小时候喜欢小小智慧 现在我喜欢智慧书 太棒了 太棒了 对啊 真的是太棒了 咕噜咕噜 凡是联系外面的小朋友 都将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 那电视机前小朋友们 赶快让你们的爸爸妈妈 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智慧书官方微博微信 在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 当然也可以和我们的智慧书家族 进行互动交流 太棒了 赶快行动起来吧 咕噜咕噜咕噜 这个月我们的官方微信主题活动是 我是小圆丁 小朋友们 赶快行动起来 把你参与植树或者种植植物的照片 视频跟我们分享吧 打开微信 搜索CCTV智慧树 快来报名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